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說 不少企業都擔心農曆新年過後 會否出現倒閉潮 他說政府推出多項措施協助業界 只要做好準備就可以避免困境 閃前鋒報道 年關難過,陸續有公司財源 減薪或要求員工放沒有薪假 加上反修例風波未平息 經濟前景未明 社會擔心農曆新年後會出現倒閉潮 邱騰華說政府已經推出一系列的措施 好像是減政府收費、租金 亦由基金和信貸保證等協助企業 中私企最擔心的是 如何去賺生意 如何去舒緩銀根 如何去確立生意 還有沒有希望 有希望的時候 我們希望一起走出去 壞的消息出的時候 如果作好準備的時候 其實可以避免困難的舒適 亦是為何這段時間政府做了很多措施 幫我們和貿易有關的中小企 捱過這個冬天 他又說下個月開始推出為期半年 資助本地中小企計劃 參與謀法局舉辦的展覽 中小企每參與一項展覽 可以獲資助一半的參展費 上限是一萬元 預計超過五千間中小企受惠 有線電視記者 閃情風波